但是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 台湾绝大部分企业都受到了影响 有一份最新调查显示 去年前500大企业的平均营收成长率只有一个百分点 税前纯益总额更掉到了1800多亿 比上一个年度衰退了86% 而在前10大企业当中 虽然鸿海仍然是蝉联榜首 但是三家向来榜上有名的电子大厂 华硕、友达和仁宝掉出了榜外 这显示以代工为主的科技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去年下半年掀起的金融风暴 让台湾前500大企业整体表现 创下2001年网络泡沫化后新低 根据民间研究机构的调查统计 500大企业平均营收成长率只有1.22% 这和2007年44.38%差距很大 税前纯益总额剩下1847亿元 衰退幅度达86% 裁退员工总数21,418人 五年来首次不增反减 金融机构的体制的一个崩解 或者说它的一个经营的困难 影响到最后其实是消费者 消费者的意愿是很明显的下降下来 整个的一个生产需求的机制受到影响 以营收来看前十大企业排名 鸿海精密工业连续第四年蝉联榜首 但有三家电子大厂调出榜外 分别是华硕、友达跟仁宝 显示台湾的科技业受创不小 你在代工的话 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 你不太可能有超额的利润 它的毛利会越来越薄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这些大厂它可能有很大的订单 可是它的利润可能是非常的微波 新入榜三名当中有两名是工营事业 老保决和中华邮政 市场人士认为主要是不景气当中 工营事业相对私营企业资源较多 民众也比较有信心 不全然是竞争力强过其他企业 而在金融业的排名方面 前十大都是外资企业的天下 也显示本土金融业的战力有待强化 记者张金 蒋龙祥 台北报道